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三集的 Year of Masterclass, 我是 Jason Kui 今集我們就會講 Alternate Picking,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 topic 很多時候, 很多人見到我, 問我, 哎呀, 我快不到啊, 怎麼辦呢, 快不到啊 是不是 Picking 問題呢, 不如我首先講一下, 我怎樣去做這個 Picking 或者我怎樣拿 Picking 最原始, 因為我們要講基本功基本寶, 回到去怎樣拿 Picking 首先我肩膀放鬆的, 老鼠仔放鬆的, 我不會谷行老鼠仔, 手肘都是放鬆的, 我們基本上不會用到手肘 前臂放鬆, 我們不會谷行這個肌肉, 我們主意就是用手腕 然後呢, 唯一要用力, 整隻右手唯一用力, 就是兩隻手指, 食指, 和手指弓的手指頭, 握緊一塊 Picking 好了, 接著呢, 角度, 你會見到我們手的前臂是45度插入, 你會見到手腕都是同一個角度的, 45度 去到握 Picking 了, Picking 都是45度角, 所以你會見到整隻手都是, 嘶, 都是45度角 顧名思義, Alternate Picking 就是每一下都是不同的, 什麼叫做梅花間竹 這一下下下下下上, 好了 你就會見到這個動作 好了, 剛剛在講這個, 為什麼不能快速的動作呢 好了, 給大家一個考驗, 一個試驗, 試一下我們隨便按一格, 譬如按 B 線的第九格 我們試一下我們用最快, 但最放鬆的動作的一個姿態去做 你試一下吧 記住呢, 前臂不會緊的, 不會曲行的, 老小仔不會曲行的 我們只會用手腕的 好, 大家一起試一次, 最快, 但最放鬆 相信大家很快都會 pick up 到這個速度 因為這個速度和這個動作是很自然的 大家都應該立刻做到的 證明呢, 速度不是一種要搓出來的東西 好, 反而要令你左右手同步才是一個比較難的 topic 首先, 大家要先做好這個動作 每一個音都要很平均的 記住, 每一個音都要做到這樣 做到這樣 還有, 放鬆的地步就是我完全不用用力 用力的地方記住, 只是這兩個手指 所以我就變成可以很持久了 可以做很久, 我都不會累 不如我們嘗試一下 alternate picking exercise 1 我們左手不做事的, 只是觸碰線 我們就嘗試一下, 正是感覺一下 picking的動作 好, 嘗試快一倍 來一次 我們很順地四下四下 而且很整齊 接著, 第二個練習 我們就 move on, 有左手的手指 這個練習就是我們之前都聽人說的爬格仔 可不可以不彈啊 可不可以做這些 但這些才是我們訓練到基本功的練習 所以, 必須必須要做的 試下一個慢的version 要練習慣了 記住要練到左手超級同步 每個音都很乾淨 很乾淨地出的 好, 我嘗試轉一下聲 轉清聲 嘗試 好, 彈完一次落 試試調轉轉上來 記住, 粒粒音都要很乾淨 很獨立地出的 好, 另外一個點 就是, 記住手指不要飛得太高 因為很多時候我見到朋友彈結他 手指飛得很高 好, 飛得很高的意思就是 你要用很多時間拉開 亦都用很多時間去碰到線 所以, 記住 盡量避免手指飛得很遠 還有, 記住 用少少空間就可以了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 經常聽大師級 無論是鼓手也好, 結他手也好 都會用一個人物來做比喻 那個就是李小龍 李小龍有一招叫做串徑 怎樣用一串的距離 打到對手飛開呢 這就是我們要想的一件事 就是怎樣我們的Picking 動作不是要很大的動作 我才可以Pick得很大 或者很大聲 而是我們用少少動作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的答案就是 記住 放鬆全部 右手 都是集中在力 在兩隻手指頭上 我們就可以用很小力 但都可以做到大聲 就是這樣 然後, Exercise 3 就是把剛剛的 Exercise 2 升滑 我們要跟著 Backing Track 我們試一下 慢動作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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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剛剛講的那麼久 都是4 Nook Per String 練習 不如我們講一下3 Nook Per String 顧名思思就是一條線上面彈三個音 這個練習是Based on A Major 接下來的練習都是Based on 3 note per string 不過我們會有更多動作 我們會有更多動作 今天我盲動作試一次 剛剛都是Base On 跟著 Chord 走 但我都是三個音的動作 以下句子都是Base On 剛剛的模式 只不過是我們轉一下不同 Chord 最後就是六連音的RUN 慢動作試一次 剛剛講了3 note per string 今次就慢慢遞進了 試講2 note per string 好,tune per string 這個練習是Base On Pentatonic Scale 我們嘗試用A minor Pentatonic Scale 這個 lick 都是我常用的 我快一點點 這就是六粒一組的六連音練習 首先你聽到第一句就是六個音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這個 lick 都會在我第一句點 會常常聽到這個 lick 出現 我用清聲去彈一次 聽到好像很快 但怎樣做到呢 就是 最重要就是放鬆右手 放鬆到一個點 就是不用想 不停在這裡 這個動作出來 這個動作出來 OK,接下來這個練習 我們就會Base On Chord 去彈 都是tune per string 這次又是backing track f173 5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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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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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y bwd6